嗨,大家好,我是Joyce 今天呢,我带大家看一个55家的多单元公寓 那这个多单元公寓呢,它的入住对象呢,就是叫忙55岁以上 那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项目位于休斯顿的Konsian Village 是一个面向55岁及以上人群的多单元公寓 属于大型规划社区Konsian Point的一部分 项目周边设施齐全,紧邻YMCA和学校 靠近Fort Bend高速,位置优越,接近医学中心和NRG体育场 未来医学中心四期生物港的扩建 预计将带来1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 使得该地区的潜力进一步提升 这个社区是一个安全的铁门社区 建筑成L型,共有三层楼和124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带有阳台,并配备三部电梯 社区设施包括大面积的花园 充足的停车位 洗衣房、健身房、会议室、美容美发室、医疗室、多功能室、餐厅以及烧烤区 项目于2009年建成,提供四种户型选择 一房一位,一房一位加书房,两房一位以及两房两位 平均单元面积为777平方英尺 平均租金为1013美元 当前入住率为93% 目前有40个单元为政府低收入租户 且政府指导租金高于当前实际租金 因此有很大的租金提升空间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5.77英亩 居住面积为128541平方英尺 购买价为830万美元 相当于每单元66936美元 每平方英尺不到65美元 远低于开发建筑成本 银行最近评估价为1437万美元 每单元评估价为11万5887美元 几乎是购买价的两倍 过户第一天即有正现金流 贷款方面 买家可以承接卖家的贷款 固定利率仅为3.57% 整个项目计划持有5年退出 前几年的租金分红会较低 后期提高 平均下来为4% 综合租金与物业增值 预计年化收益率为22.2% 内部收益率为16.9% 这个项目显得具有相当大的投资潜力 不仅价格远低于市场评估价 还具有明显的现金流和租金提升空间 利率只需3.57% 购买价差不多是评估价的一半 购户极有正现金流 这样的房子你心动吗 感兴趣的话欢迎添加微信 どうか